微信回应崩了 向用户致歉 已经逐步恢复 凤凰网科技讯 10月18日消息 今日上午 有不少用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自己的微信无法接收图片和文档 或者接收速度非常缓慢 随后微信崩了相关话题 迅速登上热搜第一 对于留言区有网友表示还是不能用呀 腾讯表示